以咱们皇上普通常用字都认不全的小学生水平 竟然可以通读三遍资本论 而且写下18本读书笔记 那么极有可能这18本笔记里 皇上主要记下了他不认识的那些字 因为不认识的字实在太多了 所以不知不觉就记了18本 11月8日19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咱们皇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做工作报告 并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向全会做了说明 这份决议也就是所谓的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了 不过在我看来 不同于以往两份决议的自我批评基调 这份第三次历史决议 倒更像是咱们皇上的泰山风扇之举 皇上作为中国共产党史上 第一个获得天朝加速师国际美誉的明军雄主 比肩秦皇汉武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泰山风扇 也的确不为过呀 只不过如今的党媒为皇上造势的功力 却实在不及古诗那些语用文人 夸得还不够那味 咱一会儿帮党媒加点佐料完善一下 废话不多说 小翠这就来评点一下这篇新华社的万字长文 顺便说到说到党媒顶级写手们的中式跪舔神功 新华社这篇造势文题为习近平带领百年大党奋进新真诚 文章从六个角度歌颂当今圣上 分别为像爱父母那样爱老百姓的党的总书记 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 让国家强起来的战略家实干家 开辟新境界的时代变革者 胸怀天下的大国领袖 既往开来的领航人 注意这六个分标题 那是有讲究的 前面三个是实的 后面三个是虚的 前者落地 后者升天 层层递进 完成让皇上从人到神的蜕变 我们一个个来看 第一段 像爱父母那样爱老百姓的党的总书记 这里主要描述了皇上的生平 从出生背景到围观履历 刻画了咱们皇上围观清廉 热爱群众 极恶如仇的道德模范形象 特别回忆了皇上在梁家和插队的经历 文中提到 皇上在窑洞的煤油灯下 通读三遍资本论 写下18本读书笔记 以咱们皇上普通常用字都认不全的 小学生水平 竟然可以通读三遍资本论 而且写下18本读书笔记 那么极有可能 这18本笔记里 皇上主要记下了他不认识的那些字 因为不认识的字实在太多了 所以不知不觉就记了18本 说实在的 我宁愿相信皇上在那个时候读完了 沙士比亚全集 毕竟沙士比亚的书故事性 趣味性更强一些 你拿来消遣当小说读还是可以津津有味的 但是资本论这种书 如果没有入门教科书经济学原理的打底 一个小学生能读下来那就有鬼了 以咱们皇上执政以来对政治经济学的运用水平来判断的话 以后党媒最好不要吹皇上读过什么经济学的著作 会让人家笑掉大牙的 依我看这里夸的还是不够 介绍皇上的生平 当可以借鉴古人美化帝王天命所归的笔法 比如真命天子将士 必有异象就像刘邦斩白蛇自命赤地之子等等 不过总结下来只要把握这么几个点就OK了 第一要有光 甭管紫光红光绿光反正得亮 第二要有香 甭管是你妈口香还是整个屋子都香 再夸张一点整条街都香那就对了 第三听着要假 不能用我们屁民的常识和科学观去判断是不是真实 因为帝王是龙种非人种 所以通常不知其父为何种生物就对了 凤凰 麒麟 龙都行 反正不能是人 小粉红总骂人家你妈死了 殊不知你爹不是人这一句可是皇上才能享用的赞誉 不如以后我们就送给小粉红吧 所以给咱们皇上不一段怎样的天有意向的出身场景呢 你们想好了吗 来来来把你们的小作文写在评论栏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 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 这里有两个信息很重要 第一个特别指出了皇上在2021年打掉了政法系统和金融系统的多个大老虎 皇上在位九年干掉的省部级以上官员竟然有四百人 另有八千三百多名外逃官员从国外被缉纳归案 我朝为何有这么多老虎可以打呢 皇上亲政了九年 老虎却越打越多 真的是很奇怪啊 这是高级黑我们皇上吧 新华社居心叵测 第二个信息就是引用了很多外媒或者外籍学者对皇上的赞扬之词 其中在打摊这一点上提到法国国家广播电台引用了一条评论 说在关键时刻习近平力挽狂澜 不过很快这句话就被法广直接打脸 7月11日法广特意发文提到这段话是出自法广香港特约记者主持的观察中国专栏 2015年10月15日的专栏节目中 他们只是提到了东方日报这段对习近平的评论仅此而已 6年前外媒引用中国媒体的一句话 就被断章取义的拿来用作外媒肯定习近平的褒奖之词 这招实在有点在国际上丢人了 可见新华社的社论水平也不过如此嘛 这么明显的槽点根本就不应该出现 哎怪就怪在我们皇上在外媒口中获得的褒奖实在是太少了 十瓶九彩剩下那个还是高级黑用来反粉的 所以新华社才这么辛苦要挖出六年前这么一个出口转内销的点评来撑场面 第三段 让国家强起来的战略家实干家 这里就很有意思了 提到了共产党的洗脑神逻辑 中国曾经百年屈辱 所以如今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 在中共的叙事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四个里程碑 第一个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第二个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 第三个是1978年改革开放 第四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也就是现在 中共简直是把历史虚无主义玩得如火纯青啊 第一个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当时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北洋时期 1921年正是北洋政府快要玩不下去的分水岭 这使得共产党更像是乱世下国外势力培植的一群机会主义者 第二是1949年打赢内战 中共建制 这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继承国民政府的一波 而是自己独立出去建国 真正的中华民国退到了台湾 这个就更谈不上伟大了 好不容易二战胜利了 中国人民没有享受片刻的和平和安宁直接就打内战了 中共是趁着委员长在抗日 自己躲在后方发展 等仗打完了出来去收拾已经半残的国军 当时老毛的战略中心思想是所谓消灭敌方有身力量 换句话说不是要把老蒋打败赶跑就完了 是要以消灭国军 说白了就是把国军彻底打散 把人杀死为止 杀的是什么人呢 都是在抗日战场上旅败旅战的爱国将士啊 他们没有死在日本的枪炮下 最后倒被自己人打死打残 扣上了反动派的大帽子 第三改革开放 要不是前30年搞的一团糟 用得着特意去改革开放吗 本来应该就是开放的 你中共只是错了30年 终于改正了一个明显而巨大的错误 这不是应该的吗 而且你还应该检讨一下 怎么反应这么慢 改得这么晚 这怎么就成分工危机了呢 第四是全文的重点 也是最搞笑的 如果说前三点还可以通过模糊和篡改历史 偷换逻辑来达到效果 那么最后一条明显就是睁眼说瞎话了 2012年皇上接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皇上干了什么 就里程碑式的民族伟大复兴了呢 进入新时代 进入的又是什么时代呢 庆丰帝制时代吗 注意标题的两个头衔 战略家 实干家 皇上称2012年以后是进入新时代 这是制定战略 而之后的九年皇上就都在苦干了 因为总是埋头苦干 以至于身宽体盘 体型越来越像个包子 这里还特别提到了我们皇上爱游泳的事迹 日游千米还能长成包子 从未见过有如此浩颜无耻之恩 所以说吹牛不可怕 但是你要吹的逻辑自洽 那就有难度了 这段讲实干 那肯定得要有事件描述啊 看看文章是怎么写我们皇上这九年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一系列大事件 15年野蒙撤侨俗称红海行动 提起这个还有个同名电影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奇葩 就是结尾彩蛋能把一部本来乍一看还行的电影给彻底毁掉 后面还有什么美国对华贸易战 科技战 钓鱼岛争端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2020年新冠疫情 这些事皇上的确发挥了实干精神 只不过干杂的多 把中国在国际上的口碑降到了史上最低 如果说干杂的还可以丧事喜办 那么像亚投行雄安这种烂尾的 文章中就连提都不敢提呀 所以我一开头就说夸的还不够 如果能把这几件事也给说圆了 那才叫真正的跪舔艺术 第四段开辟新境界的时代变革者 我们开篇提过 前两次决议都是否定之前的路线 为新道路扫除思想障碍 其实我们皇上的第三次决议 也有否定一些人一些事 就是否定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这里就提到了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出现了经济下行 贫富差距 生态破坏 社会矛盾积聚等问题 改革遇到阻力 很明显皇上这是在甩锅 翻译成人话就是我继位的时候 这些问题就存在了 都是江泽民胡锦涛不会治国 留给我这么一个烂摊子 所以我们皇上自己搞出了一套新的改革政策 在继承邓小平的道路上做出新的突破 我们皇上说了 这次改革很全面 那叫一个面面俱到啊 不过说到底呢 通篇就是透露一个目的 收权 比如文中提到的农村土地改革 加强建设国企的党性 司法过程防范人为干预判案 当然啦 只有党可以干预嘛 削弱地方的财税大权 优化三胎政策 从生一胎到生三胎 这里怎么就是优化了呢 还有给学生减负 打击房地产 反垄断等等 这些呢 就是皇上所谓的新的改革内容了 总结下来就是第五个现代化 叫制度现代化 就是咱们皇上长臂管辖 大小全力一把抓 这就是所谓的制度现代化了 这里还提到我们皇上 请专家授课 不断的加强学习 还特别引用了庄子里的一句名言 无声也有牙 而知也无牙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是知识却是无限的 通常呢 这句话从小被拿来教育我们 要学海无牙苦作舟啊 但是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 叫以有牙随无牙代义 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 是要失败的 我认为我们皇上对后面这一句 是有深刻的践行的 皇上早已放弃了用有限的生命 去追求无限的知识 皇上的知识水平一直停留在小学时期 这才是真正理解了庄子的原意呀 但是很明显 新华社的造神文并没有贴合皇上的这一实践精神 夸的就有点失了分寸了 他们夸皇上好学 从全球治理格局到精略海洋 从金融安全到人口老龄化 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国际传播 从量子科技到区块链等等 最后皇上说他的改革成功了 并没有 有数据支持 GDP增速 GDP总量 人均可支配收入翻翻 对了 原来呢 6亿人是月入500 现在月入1000 的确翻翻了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历史性的消除了绝对贫困 并没有 在这一过程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也经历了实践检验 要射出具有说服力的真理光芒 不要下掰好吗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反正诗卷上我是100分 你管我有没有交白卷 我自己做题自己批 怎么样都是100分啦 第五 胸怀天下的大国领袖 这里就主要讲皇上的国际格局了 皇上最著名的其中一句名言 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既然是国际视角 那就一定要出现国际友人的高度赞赏啦 这里就出现了土耳其学者 法国学者 不过你要是Google他们 就发现他们只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 在墙外世界的知名度和学术贡献都很低 不过不要紧 还有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 联合国大会主席埃斯皮诺萨 亚洲称场面 花钱买的朋友说的话 那一定是包你满意 同搜无期呀 咱们皇上向来乐于助人 经常在国际上发言 教导西方蛮蚁们如何治国 作为胸怀天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承担者 咱们皇上的外交成就 那就非常值得一夸啦 光2021年这才大半年的时间就已经斗败了万恶的美帝 落后的土澳 小岛国英国 腐朽帝国联盟欧盟集团等等 最后 既往开来的领航人 乍一看这个标题 还以为说的是邓小平呢 春天的故事里不是这么唱的吗 什么既往开来的领路人 这里改了一个字 从领路人改成了领航人 邓小平走的是陆路 咱们皇上开船走水路 的确是进步了 就改了一个字 你看这学问多大呀 这里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百年计划 那就是从咱们皇上开始的 难怪我们皇上要第三次决议泰山分散了 只有开创百年盛世的千古一帝 才敢去泰山分散的 我对皇上的敬佩之情 真是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不仅全中国人民需要皇上 全世界都需要皇上的带领 等着皇上大撒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是有了皇上 非洲兄弟们的联合国投票权才有了真正的价值 正是有了皇上 什么世界这个组织 国际那个组织的各位总干事们 才有了为家乡谋福利的机会 正是有了皇上 世界人民才见识到了中国文化的精盛细腻 世界可以没有美国总统 英国首相 但绝对不能没有咱们皇上 最后感谢皇上为本频道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皇上必须万岁万岁万万岁 娱乐万民至死方休啊 那么极有可能 这18本读书笔记里 皇上主要记下了他 不 哈哈哈哈